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他就在 跟他筋什麼關係 就像抬腿一樣 他的那個腳筋 他也要Hold得住 你也試過這種動力 有 這個試了大概 倒立了半年吧 對 半年 然後最後 最後是我先說不要再倒立了 難怪 因為剛做完 你在那邊撐起來 我們就這樣 像以前剛開始在做不孕治療 像余大哥 賀一航 賀大哥 他們都會每次都笑我 說你到底會不會做 就做完以後 你老公把你的腿拿起來擦擦就好 擦擦就好了 抖一腳好像 但是心態上 你會覺得物理學來講 是何邏輯的 沒有 我們來請教專家好嗎 因為受音跟手搖杯 真的是兩回事好不好 好有畫面 對 那醫生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中立 因為其實他還是有他的 有一些算是邏輯 擦擦 不是擦擦 就是小道理 但其實可以不用到這麼的 其實不用到整個人倒起來 其實只要屁股稍微墊高 其實也是一樣的原理 就是像魚要往上游 所以你就是游住它 游得稍微順一點點 它可能真的游下去 但是你的子宮壁 如果不夠厚 或者是不夠這個環境 對不對 它可能著床它又滑掉 像阿明姐講 因為你進去 好幾萬均游進去了 那是你要看品質 第一 它品質好不好 還有有沒有真的 你只是幫助它前面那一段 但它還是要游到卵子旁邊 然後還是要破進去那個卵子 那你就要看中間 還是有很多因素 會干擾這些東西 還有就是本身的母體的子宮 桌床壁 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會影響的 所以只是注保它一點點 所以也不會因為 你多抬了那個30分鐘 它就會真的 所以你多跑一下 對 而且其實電 或者是真的 如果有一個倒立的話 其實大概30分鐘就好了